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人为鉴可以证衣冠 以人为鉴可以名得失 以使为鉴可以知心涕 酒吧讲堂上课 Jelice FM 98.1 News 98电台 欢迎收听酒吧讲堂 我是名传大学历史老师洛芬美 今天要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分享的主题是 刘敖在台湾历史上被抹黑的人物 我们每次谈到晚清台湾建神 还有台湾近代化的过程 那史学家们都会把功劳归之于 沈宝珍 丁日昌 特别是刘明传 他更是极荣耀于一身 但是这一位刘敖先生呢 他在中法战争期间 他跟刘明传冲突 然后在中法战后被刘明传所整树 遭到这个斩监后 然后被刘放到黑龙江 树边 而且死在当地 那在史书上面 这个刘敖不仅形象很差 甚至呢 他在台湾任内所做的事情 是完全的被忽略 那因为刘敖跟刘明传 两个人之间 有所谓的二流之斗 那他的原因 我在之前的节目谈过 我这边稍微再说一下 他们的斗争 主要其实是源自于 他们各自的组织 还有他们组织所属的军系 那我们知道 刘明传的组织是李鸿章 他是怀系 那刘敖的组织是左宗棠 他是湘系 那也就是说呢 刘明传跟刘敖不合的原因 其实是相怀之争 那其实说穿了 这个相怀之争 是清朝廷故意让汉人的 相怀两军来相互牵制 这样子可以让他们 任何一个军系都不会做大 那也借此来保护 满足皇室的政治势力 但是这样的一些举措呢 却埋下了刘敖跟刘明传之间的冲突 那我们历史上经常都是城王败寇 历史是很现实的 但是有一句话说 凡走过的必留下痕迹 所以这个刘敖 不可能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所以今天呢 我就要来为听众们来介绍这一位 在台湾历史上被抹黑的人物 刘敖 刘敖自兰州 他是湖南越州临乡人 他出生的年代 其实不是那么明确 不过据这个徐雪基教授的研究 他的推论是说 他的出生年代应该跟左宗棠 差不多 那所以这样来推算的话 可能是在1812年 就是嘉庆17年出生 那刘敖这个人的能力怎么样 他的人缘怎么样 为什么他在台湾最后是这么样的失败呢 那我们先来看看他早年的经历 按照这个徐雪基教授跟郭志军的研究 他说这个刘敖 他大概是在咸丰11年 1861年 也是约略大概49岁的时候 他跟从了左宗棠的乡军 那也投入了这个左宗棠的这个麾下 然后跟他一起在太平军的这个 在浙江这边征战 然后履历战功 在这个之前 他其实是一个文人 然后到同治三年1864年 他当时呢 因为左宗棠攻下了位在浙江省的 这个叫做台州的地方 所以他就奉了左宗棠的命令 以这个就是辅贤 然后作为台州的知府 那台州这个地方 他是滨海 那民风强悍 盗贼跌起 那所以刘敖就把他大家整顿 他把他们的这个 就是首领把他抓起来之后 又把他的部下呢 把他放走 所以这样子这些盗贼的祸患就消 就消灭掉 这是在当时的情形 然后到同治八年 1869年 他就改为真正的台州知府 那到同治十一年卸任去职 那他在台州这个去职的时候呢 台州的老百姓非常的就是怀念他 所以之后呢 那个刘敖在台湾获罪 然后被流放到黑龙江 他路过台州的时候 那当时的当地的台州当地的人 还为他捐款 帮他缴纳一些就是钱 以便让他是不是可以被免罪 甚至他后来在黑龙江病死的时候呢 这个台州的百姓还帮他建了一个词 叫东胡辞 所以可见他这个人应该还不错吧 才会获得台州这些人的民心 那在人际关系上面 有一些评价说 他这个人做人很正直 他很刚毅 那很有才华 而且很通权大便 所以除了李鸿章 不是 除了左宗棠很重视他之外 他也深得这个杨昌俊 还有张之洞 沈宝珍木屠善等人的器重 所以这么看起来 刘敖应该不是那么一无是处的人吧 那刘敖一生 他两度来到台湾 第一次是在同志13年 1874年 一直到光绪元年1875年 不过他来台湾的时候 年纪其实已经不小了 大约已经差不多60岁左右了 那我们知道那一次 他为什么来台湾 其实是牡丹社事件 那我们知道牡丹社事件之后 清朝廷就派了沈宝珍来 来台湾 那当时这个刘敖 他其实是任职在浙江后补道 那沈宝珍来台湾的时候 就当时的台湾到下线轮 就向沈宝珍推荐 他说这个浙江后补道流 非常的有永略 是不是请沈宝珍上咒 请他把他调过来 那沈宝珍觉得 这个人听这样子 下线轮的推荐好像不错 他就上咒 然后就请求说 是不是把这个人调过来 让我用 所以经过这么样的一个推荐 所以在同志13年 1874年的9月16日 刘敖就来到台湾 那我刚刚讲说 他来的时候年纪已经不轻了 已经60出头了 那刘敖到台湾之后呢 他就被派作为 整个台湾的一些军务 那另外就是协助沈宝珍 筹划这个开山 还有釜藩的事件 另外呢 还要带着军队跟日本军周旋 另外还要积极筹划 这个台湾的一些防务 所以在刘敖的这些规划之下 台湾的军备就慢慢就成型 那我之前有谈过说 清朝廷之所以派沈宝珍 来台湾开山釜藩 其实是为了要防止 这个牡丹社的这些原住民 被日人所勾引 然后去反抗清朝 可是我们知道这个当时 其实在牡丹社事件 这个过程里面 日本军其实没有那么顺利 甚至很多人都在台湾 就受到台湾的这个瘟疫 还有这个张力就死掉 所以后来日本只好就撤退就走了 那日本既然撤退了 那清朝廷还需要开山釜藩吗 那因为在牡丹社事件过程里面 清朝廷已经派了这个淮军 其实是流民船部众里面的 那个唐定奎他的部署 大概约一万人 还有洋枪队大概13年 就调到台湾来 那另外还有罗大村的这个泉州那边的泳营 也已经到了树澳 那你已经调过来又不好马上调走 所以清朝廷就想说好吧 那既然人事都到了 那就继续开山釜藩好了 所以当时既然有这样的人力 所以神宝珍就开始积极的开山釜藩 那开始努力的去做 那神宝珍就是把这些事情 就交给刘奥来执行 所以刘奥就开始规划 就说他要怎么样做 比如说他就说 第一个他就说应该要先开路 因为你要开山釜藩的话 那一定要有路 那如果没有路就没有办法 就是去对这个原住民做一些招呼 所以他就说一定要开始先做 开路的事情 而且他规划好 就是说这个就台湾的东部 以前叫山后 他就是分南北中三段 就是要做这样的开路的工作 那另外他还规划说 应该设一些学校 就是给原住民读的学校 所以如果哪里有原住民 他们就去那里开学校 这是他的规划 那再来一个就是说 有一些如果愿意去开墾的这些营用 就由他们来承肯一些土地 那这样子就后山也可以慢慢把它开墾出来 那另外除了你开墾之外 那这些开墾最好是用囤墾的方式 然后由他们到一些地方去囤墾 然后再由那个地方去招呼当地的原住民 这样子也是一个方式 那另外他这个刘凹还提出来说 应该要把这个全台湾 做一个就是整体的规划 那就是说你要就是不管军队 或者是你的开墾 都要有一个规划 那这么一来的话 就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 整个后山的开墾 那我之前提过 其实在这个之前 在牡丹社事件之前 那清朝廷其实是用画这个土沟的这种方式 就是土牛界线 就是不准那个汉人进到原住民的地方去 不管你是逃犯 或者越界开墾都不可以 其实早就有罗汉角进去了 其实那个后山的开墾 早就有汉人进去了 那既然事实是这样 所以呢刘凹又能够提出 这么精辟又有条理的计划书 那所以当时沈宝真就觉得 好了那这件事情可以做 所以在同志十四年 1874年 那沈宝真就奏请朝廷呢 把这个封山之境 把它解除掉 然后就由刘敖来开始协办 这个开山府藩的工作 那只是说刚好当时 那是光绪元年1875年 2月1号 那刘凹他还在开始做的时候 就因为他父亲过世 他就必须要奔上就回击了 那刘凹既然走了 那他的计划还能继续执行吗 按照郭志军的研究说 没有他的计划就被诉诸高阁 那何况呢 这个沈宝真 他在光绪元年1875年4月 也晋升为两江总督 所以这个整个来讲 整个这个刘凹的这个计划 到底有没有办法继续来推行呢 不过是这样子啦 就是说虽然刘凹走了 在2月1号走了 可是当时这个沈宝真觉得 这个事情好像也不能这样 所以他曾经有奏请说 是不是在请刘凹过来 那在资料上面来看 他好像是有在过来 他好像有在过来 那可是呢 因为当时这个 台湾那个张力之气 实在是太严重 然后整个这个 不管官员或者兵勇 在台湾死的伤的 人数据说有达到1980人 所以沈宝真看来觉得 这事情好像这样推下去 也不是办法 所以他就就咒请说 不然让这些军队 可不可以就是轮番更替 然后让他们有些就回 回去回到大陆去好了 那加上沈宝真 他又在7月20号 又回到中国去认他的新职 那可能在这时候 刘凹也走了 刘凹也走了 然后接下来台湾的 新任的这个巡抚 就是丁日昌 他一来以后 他就说 沈宝真的这个 整个开山府番的这个论调 真的也不可行 他就把他整个 把他这个解除掉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整个沈宝真在台湾的一些工作 然后刘凹的 跟他配搭的工作 也因此呢 就随着沈宝真的离开台湾 这事情就告了一个段落 这是有关刘凹 在开山府番方面的贡献 那另外一个呢 其实刘凹还参与过的一个工作 就是筹建这个恒春城 各位听众 如果你有看过 那个海角7号的电影 你应该对那个恒春的古城 有一点印象 那我稍微介绍一下恒春 恒春他古名叫做狼桥 他是这个名字 狼桥是台湾族语 一种对兰科植物的称呼 那也是当地原住民的族名 所以狼桥那个十八番社 就是指恒春地区的原住民部落 那当初的这个牡丹社事件 就是发生在这个地方 那早年这个河南人 占领台湾的时候 恒春那个地方完全还没有开化 那郑成功来的时候呢 他曾经有派军队到这边 然后后来到清朝时候 1786年 因为发生那个林爽文事件 那清朝廷就把恒春这边 列为靖墾地 那不准汉人移居 那我们知道到牡丹社事件 发生以后 那沈宝珍到狼桥 然后就有地方的士生 就建议说这个地方地势险要应该设为限制 那沈宝珍也认为说 整个台湾的南端完全没有防御 是不行 所以就奏请逐城 那因为觉得这个地方四季如春 所以就改为恒春 那我们知道在之前 清朝廷是不准台湾盖那种墙的这个城 那这以后才开始 那当时呢 因为沈宝珍他建议要建这个城 那朝廷也同意 所以就由当时的这个后补道 刘傲来负责筹划恒春建成的事情 那因为刘傲很会看风水 所以他就负责恒春城址的选择 还有风水的一个勘察 另外筹款还有画图 不过很可惜 也就是当时是 就是他爸爸过世的这个事情传来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实际的参与 那个整个恒春城的新建 不过总体来讲 他参与规划来讲 他还是有极大的贡献 所以对这一个时期 就是他第一次来台湾的整个 不管是在开山府藩 或者是在恒春城的建造 这一个时期他的工作 当时他的上司沈宝珍 给他的评价说 他相伴台房实心实力 不必闲怨 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这是沈宝珍对他的评价 OK 我们先谈到这里 休息一下广告过后 再回到news9898讲堂 欢迎回到news9898讲堂 我是洛芬美 我今天在节目中 跟各位听众分享的主题是 刘傲在台湾历史上 被抹黑的人物 那刘傲一生中两次来台湾 第一次是在同志13年1874到光绪元年1875 那其实那个时候他年纪差不多已经是60岁了 那我们前一段有提到说 他在光绪元年1875年为什么会离开台湾 是因为他的父亲过世 所以他就奔商回籍 那等到他守治三年 完那个服处之后 本来是沈宝珍要他 因为当时沈宝珍是担任那个两江总督嘛 有邀请他到江苏去任职 他没有 他没有去 那后来呢 因为 因为左宗棠刚好戏征回江 就把他邀到南州去 以这个南州道来协助那个左宗棠处理一些引物的事情 还有筹措这个良项 然后到光绪六年1880年 在张之洞的推荐 还有左宗棠的立保之下 他就在光绪七年的 光绪七年是1881年的4月8号 改掉台湾道 这个台湾道全名是任家暗查史贤分寻台湾兵被盗兼血症 好长的一个关系 那这一年他已经差不多68岁了 以那个时候来讲他算身体很好 然后他就来台湾 这就是他第二次来到台湾 那那个时候台湾因为还没有设讯府 所以台湾兵被盗就是驻台的最高官员 那他这一次来台湾 可以算是有备而来 按照这个郭志军的研究 说这个柳敖来台湾之前 他经过刚刚我们讲到的那个台州 他就在那边招募一些 就是泥将还有木将 这些100人 然后呢 把他们做一个就是编 就是编排 然后让他们来台湾 就是协助台湾的一些建设 所以他们这些人来了之后呢 就是协助建造那个鹅兰比灯塔 还有旗后 还有东港 还有那个一些工程 甚至说他胜费不少 因为这些人都是他带过来 然后刘敖任职之后呢 他做了几项的一些药物 那有一些我在之前的节目提过 不过我在这边就在把它做一个整合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协助那个前玉英 把这个台湾的这个巡道就是移到中部 我上次有提过说那个福建巡护前玉英来台湾巡视的时候呢 他就觉得整个台湾的中部防备不足 所以就要把台湾的道府知却 然后以一个到中部来 那当时因为前玉英在台湾的时间很少 所以他就要台湾到刘敖去勘察 那据刘敖 他根据当时的这个台湾支线朱干龙所画的图 就认为那个就是下桥头 也就是桥之图 今天台中那个地方是最理想的 那这个地点有经过前玉英的同意 不过后来因为前玉英在光绪八年 1882年 他就升任为云贵总督嘛 然后当时的这个福建巡护 就由张兆东来继任 那张兆东对于这个 把这个就是一些重要的一些 辅城搬到台湾 不太同意 而且刘敖也没有太坚持 所以后来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 我上次提说后来一直到刘敖船 就任台湾巡抚的时候 也到这边来巡查一下 然后但是后来这件事情就 就没有完成 不过刘敖当时还是已经帮忙 陈云英做了一些规划 那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俄罗安比灯塔的新建 这个就是我们刚提到 他先找了一些工匠来 所以来了就帮忙协助这里 那讲到俄罗安比我稍微介绍一下 俄罗安是排湾族语那个帆船的帆 那个字的译音 那因为附近有这个就石头像帆船 然后所以取名这个名字 那加上呢这个整个台湾的这个南部 突出的海面像鼻子一样 所以才叫做俄罗笔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之前讲说 因为它那个地方是交通要道 所以经常有船在那边搁浅 然后原住民就会 那个外国人就会遭到 那个原住民杀害的这些事件 所以为了提升台湾南端航海的安全性 所以就在1875年光绪元年 就聘请了英国皇家学会的祭司 叫碧齐里 以两百数十万两银子兴建 在1882年光绪八年完成 这个是整个俄罗笔灯塔的 这样的一个兴建的过程 那其实俄罗笔灯塔的兴建 是由前厦门的领事李仙德 他在牡丹舍事件发生之后 他就觉得 这边应该盖一个灯塔 所以他就要日本出面 然后逼迫清朝廷兴建 就说清朝廷如果不兴建 就要由日本来建筑 所以清朝廷觉得说 这个地方的确是有航海的安全 虽然李仙德他们的威胁 清朝廷没有马上接受 但是后来在日本撤退之后 他就命当时的台湾到柳敖 来进行建造 那刘敖当时 他开始的时候 他不是很战场 他就写信给朝廷 他说这个洋人居心否册 我们是不是不需要听他的 可是总理他们给他的回复是说 为了保护这个中外船之起舰 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 所以刘敖才开始同意去兴建 那在整个鹅兰比灯塔兴建之前 大概从1850到1883年 在这个地方出世的大概有22件 那完成了之后的1884到1894 就只有三件 所以可见刘敖当时虽然不太愿意 但是后来又协助把这个事情建造完成 那的确对台湾南部沿海的航海安全 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这个应该也是刘敖的功劳一件 那第三部分呢 刘敖他协助台湾当时做的 就是整顿当时台湾的北部基隆的煤矿 按照郭志军的研究 基隆的煤矿发现得很早 那台湾的民间很早就有开采 甚至呢因为这个很好卖啊 因为当时这个全世界那个轮船已经出来 所以很多外国船只都会到这边来采煤 然后来这个就是来买这样 所以当时这个民间根本就不理会官府的禁令 他们还是做 然后在道光20年1840年左右 那英国跟美国两国 因为觉得走过这里都需要补充燃煤的需要 他们就有派人到基隆来勘察 而且试图要用各种方法来台湾经营这个煤矿 也没有成功 但是一直都没有放弃 然后在光绪元年1875年 那朝廷就觉得说 这个事情应该要做 所以沈宝珍就以这个基隆老辽坑 这个地方就成立了一个基隆的官煤厂 然后以西方机器来开采这个地方的煤矿 这是整个中国官方开采煤矿的开始 然后就要这个当时的台湾到来就进都办 但是自从他开办以来 因为所任都不得其人 所以整个煤炭 不管橙色也不好 然后金粮好像都不实 然后就是亏损累累 然后等到刘敖到任以后 等到后来刘敖到任之后 他就觉得这个官煤局一定有各种弊病 他觉得一定要加以整顿 所以当时刘敖他 据他的这个寻查 还有观察之后 他说可能这个要把这个基隆煤矿要整顿 可能有四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说要把一些不必要的开销 把它节省掉 还有呢就是说 那个煤在开采过程里面 有一些消耗就是虚耗掉的东西 一定要把它就是控制好 所以如果针对这两个部分 那刘敖认为是说 要先整顿整个煤矿的管理人员 那他觉得这些人几率太差 而且呢 他说煤矿因为用了很多的那个外国人 那费用太高了 所以是不是改聘那种 就是本国人来 本国的技师 这样可以节省成本 所以一直到来光绪五年 1879年 整个台湾的煤厂的员工 大概已经全部都是中国人 所以这样就可以节省很大的开销 那第三个整顿的方法 他就说机器一定要煮 因为采煤就需要用那个机器 那他认为是说 因为当时用的是西式的那个机器设备 他认为这是必须要继续使用 然后加上一些运煤的小轮船 还有建他又新建一些那个铁道 来做 他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只是很可惜的 他这些提议都没有得到朝廷的同意 所以这个他是有提出来 但是没有办法被同意 所以这部分就没有办法得到好的结果 那另外呢 刘欧还提出来说 要改善这个基隆煤矿 就是要把他的销路要让他更广 他认为当时基隆官场的煤矿 有地的 就是土地方面 地点方面的弊冰 弊端 另外就是商业方面的弊端 那地点方面的弊端 是因为这个基隆的煤矿是在深山 那债运不方便 那如果你要进来这里债运 还不如去其他外国买还更便宜 这是他的弊端 再来他的觉得弊端就是 就是销售方面的弊端 就是销售的管道还有方法 那当然了 这可能比刚刚讲到那个地点的弊端 更快解决 因为刘欧发现说 那个基隆煤矿 每一年产没有大概百数十万弹 那这个基隆开发局的那个传政局 他们只用数万两 奇怪 就是好像就把那个煤就囤积起来 也不去卖 他觉得奇怪 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产量 可是却只卖一点 所以刘欧就积极的替这个基隆煤矿 开发市场 比如说他说 应该现在上海设一个据点 然后把煤运到那个地方去卖 而且他还请那个招商局的唐景欣说 你是不是帮我规划一下 就是在上海那边帮我规划一个销售点 另外又要派人到汕头香港厦门等地去推销 找买主去开拓市场 他觉得这个销售的管道非常的重要 那另外他又认为是说 如果要把这个整个基隆煤矿的弊端改掉 还要实行包商制度 他说基隆的煤炭分三种 一种就是关碳 就是一定要留下来给官方用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碳粉 还有其他的这些碳 可以包给商人 然后找一个大主顾来专理 然后呢 再把一些 就是说主要就卖给那种大的主顾 不要卖零售的 他说零售这些不太好 不过呢 他这些提议呢 当时的福建都府也不太同意 而且那个煤炭的售价又居高不下 有些大的行商 他刚不是说找一个大的那个主顾来专门处理吗 可是那大行商说你太贵了 你这样不愿意承销 所以他想到的这个包商的这个办法 又没有办法实行 不过不管怎么样啦 在刘敖任台湾到的期间 在这个特别是在1881年 就是光绪7年 整个基隆煤矿的煤产的总量 提高了 就是增加了25%到30% 就增加了 而且这个这个整个这个煤的这个销售 也整个提升了很多 所以可知道 可以知道说 其实刘敖经过他的整顿以后 整个基隆煤矿的这个 煤矿的这个 效益上面 其实也有很大的提升 这应该也是他功劳一件 好我们先谈到这里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 台湾news9898讲堂 我是洛芬美 我今天在节目中 跟各位听众分享的主题是 刘敖 在台湾历史上被抹黑的人物 那刘敖他在光绪7年 1881年 第二次来到台湾 那这一次来台湾 其实年纪已经蛮大的 快多快70岁了 在当时来讲 这个人可能身体真的很好 那他来台湾之后呢 主要的事工大概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 他要协助那个签玉英 要把这个台湾的 那个重要的部署 迁到中部 可惜没有成功 那第二个就是 那个新建俄网笔灯塔 那因为这个新建 让整个台湾南部的 这个航海的安全 有一个很大的 一个就是减少很大的 一种的一个灾难 那再来就是 整顿基隆煤矿 那在他的整顿之后 整个基隆煤矿的产值 还有销售 都有很大的一个进展 那接下来呢 他就是在台湾 有从事都市建设 那他在台湾的都市建设 主要有两个 一个就是新建台北城 一个就是整顿台湾府 也就是今天台南市的市容 那我们先来讲 这个新建台北城的这件事情 我在之前的节目里面 有谈过说台北府的设立 是由沈宝珍在同志13年 1874年提出 但是台北府设了之后 台北的城墙一直没有建造 然后等到钱玉英 在光绪8年 1882年来台湾 他就觉得这个 他就把这个台北府的 府城机子把它刊定 让整个台北城可以开始 这个建造起来 他当时是预计要在光绪 8年的10月就把它完工 但是因为在3月的时候呢 这个钱玉英就被委为 这个云贵总督 然后他就把台北 组成的这个工作 就交给台湾到刘敖来处理 那因为刘敖之前 他建过恒春城 而且他又懂风水 他就把钱玉英的整个计划 都把它变更过来 就把它原来看好的 这个规模还有机制 就完全把它废弃掉 那因为变更设计 经费问题就更行严重的短缺 那刘敖为了这个经费的问题 他就以派捐 还有劝捐的方式来解决 不过这样就引起两个问题 第一个因为你派捐嘛 就是说你说 这个人捐多少 那个人捐多少 就造成了这个台湾张权 还有那个客家籍 这些人士的纷争 因为大家觉得你不公平 为什么捐比较多 他捐比较少之类 那第二个呢 因为他要这些人捐钱 就使得台北当地的一些士绅 他们就可以借此就干预了整个台北城的一些形式 譬如说 各位听众有没有发现台北城的那个城门里面 就一个有小南门 剩下都只有一个门 那只有南门还有小南门 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这个板桥林家的这个林维远 他就担任那个城 因为他有捐钱 所以他又担任那个成功的总理 然后他就捐钱了 就说我要多开一个门 就多开小南门 以方便可以通往板桥这个地方 那另外西门跟北门这一带 因为那个土地是当时的附身张德宝所有 所以张德宝就运用他的影响力 让整个城门的位置就放在那里 那他可以借此让他的土地有增值之力 那这个就是因为他用这样的方式来筹款 所以不得不会让这些富商们 有机会伸手进到这个台北城的建造 所以台北城的现在的整个那个状况 其实就受到这个影响 那这个工程因为经费的关系 就一直拖拖到一直到光绪十年 1884年十月都还没有完工 但是因为后来这个清法战争发生 那法国人打过来 那为了这个防守上的需要 虽然经费很短缺 还是要加紧赶工 所以后来终于在光绪十年 1884年的十二月就完全的完工 那整个台北府城 是清代完工最辞 但是最讲究的层次 那一般人都以为这个台北城是刘明川建的 不是 其实是刘敖建的 这所以我们今天在台北市到处走来走去 不要忘记那个城是刘敖建的 那除了台北城之外 另外他就是去整顿那个台湾府 就台南市的那个市容 按照这个郭志军的研究 他说这个刘敖来台湾 他就巡查各地 特别是台南 台湾府城 那他就巡查 他就觉得那个地方 那个街道很窄 然后那个水沟很脏 那因为很多脏东西都塞在里面 所以造成那个疾病重生 所以他就想要开那个大马路 然后开运河 然后把那个水就引到城里面来 那这样子可以让城里面的那个 又可以有水运这样 但是市民都不要 所以只让他改一些沟渠 然后把清理一些脏东西 来扑灭这个一些疾病这样 但是后来因为刚好那个台南 就是台湾府里面 就是发生大火 然后就延烧了这个商铺 这个十几间这样子 那整个那个火烧的这样子 那民众都很害怕 那结果这个刘敖呢 他一听到有火警发生 他就亲自带队上阵 而且他自己穿短衣短裤 他就跳上那个房子上面 还指挥那个士兵 把该拆的房子拆掉 然后去把火给扑灭掉 那整个火势才停止下来 结果民众就因此就对他非常的感激 然后还称他刘青天 那所以这个就是当时 整个刘敖在台南 赢得民心的一个很重要的状况 然后在光绪十年 他还发动整个那个兵士 去就是填那个海 然后把那个安平的大路 大马路把它盖起来 所以也就因此就更得到 那个整个台南府城市民的爱戴 所以后来刘敖 因为被刘敖船所弹劾 就把他冲军到那个黑龙江 那当时台南府城这边的人 觉得这个刘敖 他们对他觉得他真的是 有功于台南 然后就觉得这个刘敖船很坏 所以他们还替那个刘敖 刻一个巡台退私路 然后来怀念他 所以这就是刘敖当时 在台湾所做的这个都市建设的 一个状况 那另外呢 刘敖在军事防备上面 他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功劳 我们知道这个光绪九年 1883年就是 当时因为法国跟中国的关系 非常的紧张 那清朝廷就知道说 中法战争大概不能避免 那台湾这里可能会被波及到 就命令当时在台湾的这个台湾 到刘敖 由他来负责筹访 那当时刘敖的布局里面呢 按照徐雪基教授的研究 他就说这个刘敖把全台湾分为 就是前后北中南 那所谓后就是后山 就是从花莲水尾北南到三条轮 一直到凤山 这个叫做后路 那北路就是大甲西以北 一直到苏澳 那中部就是曾文西以北 到大甲西以南 那南路呢 就是曾文西以南五路 大概这样 然后分别派一些将领来领导 那整个刘敖就是 把整个台湾的这个防备 把他做一个整体的规划 那另外在兵力方面呢 他就派他儿子刘济南 回到他的老家去 募一些勇婴来 然后也招募一些会战争 善战的 还有的一些人 那另外呢 又去招募一些 就台湾 就这些台湾 他们要熟悉地形的 而且能够战 能够战争的人 另外呢 他还举办那个团练 然后又招募一些水泳 给他们训练 以便如果战争发生的时候 这些人可以投入战场 那另外呢 他对整个战时的这个 就是一旦发生战争 这个军械要怎么补充 还有这个运输的这个业务 等等 他也很重视 所以他都事先就加以规划好 比如说设置火药局啦 然后他去 请求朝廷 这个买那个水雷 还有修筑这个安平 其后 还有澎湖等地的炮台 所以他想说 如果可以这样子妥善安排好 万一战争发生就没有问题 那另外呢 他还这个 这个能够就说 把这个台湾跟厦门之间的 这个就是交 就是这个讯息交流的管道 也把他做了一个妥善的安排 不过以上的整个他的布局 主要都是以台湾府 就台南为重心 这个也是后来他跟刘明川冲突了 一个很大的原因 因为他一直把重心放在台南 其实北部需要经费 他也不拨过去 那当然为什么他会这样子 按照徐雪基教授的研究 他说第一个 与当时来讲 台湾府城就是整个台湾的根本 就台湾的一个原来的重心就在那里 而且台湾府城里面 有那个就是 这个军饷的这些库房 还有子弹的库房 还有武器的库房 那一旦台南失陷了 后果就很惨重 那再来一个呢 就是台南府这边 去海也不远嘛 那如果一旦有这个 这个大 就是这个河水能够上涨 然后敌船就可以从这里登陆 那一旦登陆的话 那这个就很危险 而且台北已经有盖城墙了嘛 那可能台南这边 还比台北危险呢 那加上呢 这个因为台南本来就是 一直都是台湾的行政中心 那这个 不管是沈宝针啊 丁日昌啊 他们在的时候都对台南很重视啊 所以刘敖他当然就没有办法忽视这个地方 所以他才会把整个重心放在台南 这个地方 而且当时刘敖在台南也获得很不错的评价啊 只是说这个跟后来刘敏船来的时候 因为整个清法战争的这个战争地点在北部 这刘敖船就很不谅解 为什么刘敖始终就是坚守南部 不管怎么样 我们叫我们今天这样看起来 在刘敖船来之前 刘敖已经前后两度在台湾 对台湾的建设不能讲说没有贡献 那只是我刚刚讲说 因为中法战争在北部嘛 那北部又吃了败仗 所以刘敖就难免让人家非议 而且历史上面因为刘敖跟刘敏船两个之间 因为相怀派系发生冲突 然后刘敖就败给了刘敏船 而有了我们后来历史上面 给我们印象里面的这个刘敖 好 那今天我说了刘敖的故事 那不知道听众们 你对刘敖这个人的想法怎么样呢 好 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 谢谢收听酒吧讲堂再见咯 酒吧讲堂下课 起立 立正 敬礼 谢谢老师 老师再见 不同的东西 词各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